那些话倒过来讲 套在军人身上就是 军人守军长官的指示 跟自不自由没关系 跟害不害怕军法来自我罪 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军人 在任何看似不合理不平等的法规 或临时的长官的指示之下 我就在训练我自己 成为一个钢铁般的国家护卫力量 以此护卫力量来保卫我亲爱的国家 这国家当中有我爱的人 有我放不下的人 有曾经对我有恩的人 有甚至于手无寸铁 无法自我保护的老弱妇孺 甚至于有一堆姐妹 如果敌人来了 他们会被强暴 他们会被做压在夫人 他们会痛苦一辈子 他们会做成日本的未安妇那样子的 我怎么忍心让我所爱的一件女人 母亲姐妹受这样子的苦 所以我愿意守军队的戒律 我愿意接受长官 任何看似不合理不公平 没需要的那种指令 我只学习 我内心放下自我 来为众生的福利而约束我自己 这是一种心性训练 有价值的 第二 人类为什么轮回 人类的轮回就是因为太自我了 所以我们就轮回 自私 自以为是 所以一直轮回不止 那我做一个军人 恰恰就在一切训练当中 学着尊重别人 尊重国家 尊重任何一个 看似乃至不合理的条件 我当然会生气 生气就是我直 我降低那个生气 就是训练 他是有修道义的 在某个意义上是这样的 所以无论于己 无论于功 无论于情 无论于你的职责 无论于你的生命称上 作为一个军人的规律性生活 接受指导 接受上面的要求 并不是笨蛋在做的 是一个更加勇敢 永恨能够调整自己心性的人 在做的事 他是钢铁般的意志 才能够这样做 出家人也是在训练这个 真的我说太像 我没骗你 真的太像 我说过 我就是社会人士 我也不是长得太丑 我干嘛不去讨老婆 我也不是太笨 我干嘛不去做老板 我这种人告诉你 肯定能做老板 干嘛我不 我现在出门还得请假 当然人家一般会准假 没有说对方丈和尚不准假 是这样 但是还得请假 人家会讲话 你当方丈和尚的 你出门人家都不知道 那是干嘛 人家也会讲话 我请假 这样呢 你知道吗 你以为我旁边都有人 都有徒弟来帮我背 生蛋 对不起 我从去年 基于我们因失误的强力指导 跟我说明说方丈和尚你该开始收徒弟了 我才第一次收徒弟 收了三个走两个 没办法 人家自由啊 对啊 现在目前留那个还OK啦 这样 你以为我有很多人服侍我 和尚很自在 没有呢 身带自己背 衣服自己洗 饭得自己吃 诸位啊 诸位啊 我们不是养尊处优 我们也不是别人都来服侍我们 但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 我们有爱有情 我们是有爱 我的父亲生病的时候 我们家很穷 甚至没有钱叫救护车 叫计程车 来载我们到只有三百公尺外的综合医院 没有钱 当我父亲在那里生病 吐 拉 我直接吃我父亲拉出来的大便 我直接吃 因为人家说 大便如果甜的不苦的话 就活不了命了 我管他真的还假的 我真的去吃 诶苦的 就这样还可以活 我就在那里 我那时候成大二年级 放春假 第一天 我父亲倒下去 第一天 我父亲倒下去 那我就 我就回家 我就赶快赶回去 赶回去之后 我是独子 你知道 我刚刚讲兄弟姐妹是给人的 我也是给人领养 我现在讲的父亲是养父 那养父 我很恐惧 我们家没钱 我才刚学佛 我就发一个心 失去父亲是这么痛苦 就像失去母亲我也不敢想象 我是个独子 在领养这些是个独子 我多么的爱我的父亲 但现在父亲这样 我毫无能力 我愿意将来修行 让天下之人 不要受我这种苦 失去父亲的苦 所以我那时候发心出家 结果就这样 这一发心之后 七天 背出大悲咒 背出 这个楞严咒的三分之一 而且心很专注 那个护士被我感动了 偷偷告诉我 特效药 医生有时候不开那种特效药 因为那个 当时没有健保 但是如果你继续待着 他给你特效药 你很快就出院了 你懂吗 而且不是医院处方药 医生你不敢开 但是那个护士 因为在别家医院当过护士 他知道有个特效药 他叫我偷偷去买 他说我不能讲 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他说我看你这样 为爸爸这样每天拜佛 就在病房的那个床旁边 我就发心 愿一切天下人 不要像我这样受这种苦 亲死离别这种苦 我最亲的人离别死亡生病 诸位 这上不上军人 军人就是这样啊 我刚刚说过了 敌人来了 对你所爱的妈妈爸爸伤害 对我们所爱的女人伤害 我们怎么能接受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这样啊 那谁去承担 我去承担 这是一种生命很高贵的特质 为众生 所以在军营当中守军纪 不是他利害你倒霉 是你的选择 是一种光荣的选择 想通这个 你的军队生活将是非常有意义 将是非常庄严 而且跟修道相应 减少我值 我真的很赞叹军人 不是我再说一遍 不是因为我穷兵独武 更不是因为我喜欢收集武器 其实 福萨界里头有一条 不准收集武器 因为准备杀人不可以啊 所以我完全不是基于这个态度 我是基于内在修为 跟为众生愿意减少你的权限 这样子来谈 内在的一种价值 我觉得作为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 特别是我们台湾 这么处境这么辛苦的军人 我相信我刚刚讲这话是真心 而且是有意义的 我想放在任何全世界 任何地方都是有意义的 都不是基于好战 而是基于人类相互支持的 那种优良的品质 一种人类懂得慈悲众生 为他人着想 愿意懂得为人牺牲的一种高尚的人格 狗 猪 猫 羊 甚至都会为他的同伴而牺牲 身为人的价值 如果不知道实践这个意义 那就可惜了 军人固然不应该一天到晚 背着牺牲自我 这样这么重的重担 但他当然具有这个特质 也不是说军人每天就要背这个东西 背道德有时候也很累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应该诸位是 可以作为人间光明的那群人 我说过 再包括修行 你说你觉得奇怪 军人不是在杀法怎么能修行 可以的 为国而杀 那是两军交战 那种杀彼此没有恨 了解意思吗 跟我偷你 尽管吃啊 不要担心 尽管吃啊 肚子饿尽管 那种杀不是我偷偷杀你 我抢你的钱杀你 我欺瞒的杀你 了解意思吗 所以有人常常会问说 佛教慈悲 那军人杀人怎么办 我说军人杀人有小分的业 但他功德更大 因为他是我牺牲上战场的 了解意思吗 是这个态度的 所以我想 是的 菩萨界里头是有要求 说出家人不能到军营里 赞叹观赏军队的训练 这是基于他内在要涵养慈悲 没有错 但是就内在的训练跟自我提升 以及保护我们的同伴 同类保护我们的国家 这样意义来说 他跟出家真的是很像 以上就是我说的 好不好 那听说要一点QA 如果要QA就QA 这更好 我想我就说到这里 好不好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视野 在未来 好 就说到这 有没有 谢谢 可以啊 可以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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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请问有同学有问题 想要提问法道法师的吗 我们有快十分钟的时间 欢迎 任何问题 跟刚刚讲的没关 也没关系啦 反正你最想要对一个 出家人问的都可以问 或者是对法道法师 我哪边不了解的 不一定是跟那个 刚刚上课的课题有关 任何问题都可以 好 用 有啊 人让他问 刚刚你遇上了 对 在这讲话 你们要死了 你们的学长 我说那好 我想说一下 你刚刚说 军人跟青江有点像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像我们在 具体生涯之中 遇到一些 不可逆的挫折 要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有些长官 可能会比较 我知道了 当然难免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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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刚刚讲说军人要面对 面对 合理的是训练 不合理的是磨练 我告诉你 磨枪 磨刀 最后 利的是刀 利的是枪 损失自我的 是那个磨刀石 你的教授 你的老师 你的长官 就是磨练 你的那个磨刀石 走得过去的 都是你赚到的 我没骗你 能调适的 就是你得到 它不需要合理 人间 什么时候是合理 我请问你 两岸关系合理吗 蓝绿斗争合理吗 总统的施政合理吗 很多被骂到死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还得找到 你活下去的价值 了解意思吧 等待别人的合理 来建立自己的意义 还不如直接 就建立自己的意义 这是更加的勇者 该做的事 好不好 来 有问题吗 好好好 来来来 是 请问法师的收入多少 我的收入零 中华民国表定的零 你懂吗 属于那种供养 那不叫收入 那就是赠宇嘛 那个就不叫收入 收入的意思就是说 有对价关系才叫收入 对不对 敲一天钟 收多少钱 对不对 这样才有对价关系 佛门里头 从煮饭 扫菜 到当方丈和尚 通通没有对价关系 零 那你说会不会发一点单影 有 这叫做 支持你的生活 你知道多少吗 因素是多少 三千五 那一定不是对价 一个月 如果对价关系三千五 那这个寺庙叫做 不符合劳动基准法 你懂吗 所以它不是啊 所以我们是表定的零收入 这样懂 所以我就说嘛 你要讲牺牲那太多了啦 如果讲成这样的话 这样OK 很好 你的问题都很好 有什么问题 不用拘束 还有三四分钟 对不对 三分四分钟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台前来一张大合照 哦好 他合照 来一起合照一下 节个远是吧 好 来来来 谢谢大家 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 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征服首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落取喇嘛 常驻台湾二十多年 早期为全德佛教文物 绘制许多精致的唐卡 令唐卡艺术得以普及与流传 本期课程将从纸本开始 教学唐卡中的元素与图样 一期四堂课 每节课都能完成一幅 美丽的纸本堂卡 喇嘛近年 鲜少开设大班制的课程 此次课程相当难得 时间8月的每个星期五 下午14点到17点 8月11日 8月18日 8月25日 9月1日 地点佛教慈悲至业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478号 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报名请填写 Google表单或电话查询 课程将筹收报证金800元者 每节课退还200元 请假或缺课不予退还 附加子与造真将军女 在波罗城里 有一个造真将 他造真的技术远近驰名 他有一个女儿 名字叫丽儿 丽儿长得国色天香 是城里的大美人 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 都偷偷地暗恋着他 同一座城里 有一个首屈一指的富翁 他有一个独生子 名字叫方达 方达长得非常的英俊 是波罗城里第一美男子 有一天 方达独自来到城外散步 不经意地看到丽儿 从窗户看出头来 虽然只是这么一眼 方达已经深深地爱上丽儿了 方达回家之后 每天茶不思 但不想 精神恍惚 最后 他下定决心 要向父母说出自己的心事 爹 娘 孩儿要向你们 禀告一件事 明知一定会挨骂 但孩儿还是要讲出来 前几天 孩儿看见赵真将的女儿 心里非常喜欢她 想娶她为妻 请爹娘答应 你说什么 工匠的女儿身份卑贱 不论长得多漂亮 也不能嫁到有声望的家庭里 这样会玷污了我们的家世 既然你现在有娶妻的愿望 我会为你找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孩 属孩儿难以从命 依孩儿看来 什么家世 地位 财富 都不是结婚的条件 重要的是 自己喜不喜欢 爹娘如果不答应 孩儿宁愿去死 方达提出强硬的要求 富翁只好妥协 派人把赵真将夫妻 叫到自己家来 我们突然请你们来 不为别的事 只因为我的儿子 想娶你的女儿做妻子 这话我们很明白 只是 我们是卑贱的工人 你们是百万富翁 彼此各方面条件不合 我只打算让女儿嫁给同行的人 请你们见谅 我们不敢高攀 造真将 一口拒绝了富翁 以富翁的想象 本城首屈一指的富翁来求亲 对方满口答应都来不及了 哪里还会有第二句话说呢 所以对方的拒绝 令他大感意外 你们为什么非让女儿嫁给工匠不可 嫁到我家来既没有寒暑的劳苦 又有好衣服穿 好东西吃 生活自由自在 样样不缺 有什么不好 不止生活很享受 这点我明白 但一技之长比财富更重要 即使没有了资产 只要有一技之长 我还是会将女儿嫁给他 造真将离去之后 富翁将结果转告方达 并顺方达死了这条心 可是 方达已经下定决心 要拥有一技之长 以便得到对方的欢心 可是 他原本 是一个富翁家里 养尽储優的独生子 你知道 要拥有一项技术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吗 于是 他刚开始的时候 就马上被造真技术的困难度 彻底脑白了 因为造真在那个年代 还是一项非常精细 需要高追准的一种行业 从铁的质量 到淬炼处很精纯的钢 这段过程 就不知道 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更不用说的是 在这段期间 他所花费的营救心血 是多么的盲大了 到了这个程度 方达却拥有一种其他眼所没有具备的能力 那就是 越遭受到挫折 就越勇敢 越坚强 本来 他的父母坚持不让他学习造真的 因为 他们认为造真的工作 吃力不讨好 而且 还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但是 一看见儿子 一头埋进工作当中 废寝忘食的样子 除了摇头叹息之外 也只好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任由他去做咯 于是 方达在这个专心的环境里 努力不懈地研究 想要把造真的技术 更努力地发明出一些新的技巧 当然 也因为方达天生就很聪明 很快地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 方达的技术 终于从不起眼的铁条 慢慢提高到 可以打造出 一根 一根 又细 又纯 精美的细钢针了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 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几年 现在的方达 已经是天下第一的造真匠了 于是 等他确实地知道 他已经拥有了天下无双的技术之后 有一天 他决定要到造真匠的家附近 去引起老造真匠的注意了 于是 他打造了许多针 放入袋子里面 来到了造真匠家的小路上叫卖着 造真匠的女儿 丽儿 从窗户 看见一个英俊的青年在卖针 就出来警告他 你真是个大傻瓜 我们家制的针 天下持民 你还敢站在我们家门前卖针 我绝不是傻瓜 如果你父亲 知道我在卖自己打造的针 一定很让你跟我结婚的 丽儿 匆匆地禀告父亲 造真匠 一向以天下名师自诩 对于造真术的研究非常热衷 一听到女儿的话 立刻把邦达叫进家里来 你真会造真吗 我有自信 打造精巧的针 让我看看 嗯 造得不错 这根还不是最好的 还有更好的 您看看 造真匠 在看完方达所打造的真之后 对方达赞不绝口 心里马上决定 就将女儿嫁给这位有为的年轻人 果然是卓越的作品 嗯 绝妙好真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真是我心里头等待已久的 我决定将我的女儿嫁给你 方达最后终于将丽儿娶回家 从此以后 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华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和萨 摩和般若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和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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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